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害怕蛇了 眼前的场景 我只有在映像的电影里才看到过 但不同的是 这里昂首挺轻 随着笛声翩翩起舞的不是普通的蛇 而是带有剧毒的眼镜蛇和马蛇 在这个疯人广场 耍蛇人看似真的要将疯狂进行到底 他们伸出舌头与毒蛇亲吻 而且我所知 如果不慎被咬伤 那轻者将会导致人的神经系统遭到破坏 重者则会致人丧命 小孩给我试验一下 小孩给我试验一下 不怕 你勇敢 OK 只有这样 在他们的手中像宠物一样 我在摄像机后面 我都跑这里来了 他一直在朝我走来 就在这里 他们更像是一群艺人 这个广场上更多的 就是存在有很多很多 唐龙卧骨的艺人在这里 你看他现在尽情地表演着 耍蛇业在摩洛哥是一项世纪行当 一代代流传下来 但是传男不传女 这些正在表演的耍蛇人来自同一个家庭 他们原本居住在蛇类出没的偏僻商区 险恶的环境 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了与毒蛇为伍 要做耍蛇人 被毒蛇咬伤便是必须付出代价 所以他们也会自己配置解蛇族的主要 尽管如此 耍蛇仍然是一项极富危险的行当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 现在你终于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蛇 而且他们都在这里偏偏习武 我可以帮他们打打耍 你看他在跟他交流 你看到没有 在我身后的这些观众们 他们又有点惊恐又害怕 但是又好奇又很想看的这种表情 就跟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不要他们是很自信的 但是与蛇为伍 与蛇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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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我不行 我不要 至于这一家人来说 来到城市在广场上表演 可以为他们赚得一笔封扣的生活费 吃饱和福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 还能让孩子上得起鞋 这样他们的后代就可以不必在组成副业 不必在冒着危险做一名爽学人 但是摩摩哥人对于耍蛇艺人 却始终尊重和喜爱 他们希望将这种文化能够延续保留 而也许正因为汇聚了各种古怪 狂野的民间艺术 这里才被称之为疯人广场 但是令我们更加诧异的是 那些小摊上的食物 都另类的让人难以接受 像在仙境一样 这种烟子是烧烤帽的味道 在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小吃 但是吃不尽 而且你看这边有这个 像小车一样的小摊 有1 2 3 4 5 还有这种号码牌写在上面 好像每家店都很特别 当然他们卖的东西更特别 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的 哇 吃蜗牛 我都可以看到这个蜗牛的头 我看他看我到底这样僵持要多久 哎哟 蜗牛是法国人最钟爱的美食 但是眼前这肥大的黑蜗牛 和法师大餐的优雅简直相去盛眼 我实在无法忽略它直立的触角 不敢轻易尝试 不过摩洛哥人倒不在乎他的脉象如何 各个都吃得津津有味 连汤都喝个精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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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味 很良善 很酱